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时间侠 睡了一宿觉 然后醒了一看 马某成了热搜 哎呀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个大家呢 就是什么马东梅 什么马斯克 马云 纷纷上线 这个说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个马某某 其实大家能够知道的 肯定不是马云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出了个马某 然后后来又辟谣说不是马某 是马某某 然后呢 然后导致那个阿里的这个股票还跌了 是吧 这其实挺耐人寻味的一件事 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在于哪呢 股票都跌了 然后全网热搜马某某 是吧 哎呀 就甚至有人就直接就说马云被抓了 对吧 但是马云一声不吭 其实马云就没有必要 甚至都没有必要说 那个不是我 是吧 他只要在他的这个什么朋友圈呀 或者是微博呀 是吧 他微博有两千万粉丝的呀 是吧 他就随便发一条信息不就行了吗 发一个自己在吃饭的 或者是在测核算的 是吧 那不就行了吗 啥都没有 他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任凭股价 股价跌 是吧 都不能发一条信息 这其实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不敢说 他不敢发 他不敢就是把这个 把这件事情啊 自己在 说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啊 然后引火上身啊 那就是说他只能说让谣言止于智者了啊 那其实不仅仅是看马云他 连辟谣都不敢 是吧 连这个软性辟谣都不敢 你看一下好像联想的那个 这个柳氏妇女 是吧 他们也把自己的这个微博啊 就清空了 是吧 然后还有像美团啊 这个抖音啊 是吧 然后这些人呢 他们的这个这个老总是吧 你会发现他们的微博都设成改成了半年可见了 然后改成半年可见之后就没啥东西了 也基本上差不多有半年左右他们都不发东西了 那么发言的人有啊 王思聪发了个言 是吧 发了几句 然后全网封杀 是吧 也有传言说王思聪被抓了 王思聪的粉丝比马云还要多四千万粉丝呢 然后整个的就咔 没了 是吧 所以说这些事情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看 连在一起看 你就知道现在的形势 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可以说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人人自危 一点都不够分啊 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说什么 叫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是吧 其实这句话你要反过来想一想也是什么呢 就是说鸭先知垂暖 水暖 是吧 那同样鸭也先知什么 也先知这个要水寒 是吧 也先知这个要结冰了 是吧 所以呢 当今之际就是只有保持沉默 那有人可能说他们不走啊 是吧 这个呢 有的人呢 可能是不能走 不敢走 是走不了 而不是不想走 就是毕竟呢 像潘石屹 这一家人呢 这个出去 是吧 这样的人都是比较少了 再有大家再联系这个大物公司 是吧 这个已经完全变成了这个公司合营了 是吧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被没收了 对吧 真是相当于是被没收了 那么等待着是马云的是吧 这个什么美团 这个什么马化腾等等之类的是吧 那都是公司合营这条路就要走啊 是吧 已经是在进行时了 人身安全你都不保了 那你想想 孟晚舟难道愿意回到中国吗 不能不回呀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在这种形势下 还是就是你呢 可能现在还没有变空 是吧 你呢 现在呢 就是你还没有达到 让这个体验这个党腾国爱的王兆山所说 我上一个节目不是讲给大家回顾了一下王兆山那首这个做鬼词吗 是吧 在这个王兆山给我们创造了党腾国爱这个成语啊 你可能还 现在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还没轮到你去深刻的体验这种呢 这个党腾国爱呢 当然了你也没少体验 是吧 你体验的党腾国爱还是比较这个普罗大众层次的 就是这个格格离啊 核核酸啊 是吧 或者是这个发不了工资啊 是吧 或者是这个公司没法运转啊 挣不到钱呢 是吧 这些是无差别的 是吧 是无差别的 无差别的啊 所以呢 趁你现在你的房子啊 票子啊 车子啊 是吧 还没有给你共产呢 是吧 这个这个 你啊 现在还有机会啊 你还有机会 真的 你不要等到 等到那个时候插翅南飞了 然后你在to do嘛 是吧 所以你要看到啊 看到他们别人 所遭遇的东西 所遭遇的事情 那些出头的船子 是吧 比你说 我们不是说那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 是吧 现在天塌了 那高个的正在顶着呢 高个的然后都被压趴了之后 是吧 矮个的就都轮上了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呢 你现在不要狂欢了 你不要再 马某怎么样 马某某如何 是吧 看马云吓尿了 是吧 如何如何 你别狂欢了 是吧 你看到他的痛 他的沉默 是吧 他的恐惧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你也逃不了的 你也逃不了的 所以呢 你要能逃的话 能逃的话 你就赶紧逃 那不要留下遗憾啊 真的是不要留下遗憾 这个我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 有朋友就说了 说你别叫了 你别叫了 这个你叫不行的 是吧 哎呀 我还是忍不住啊 有能力的 有机会的 你就赶紧走啊 你要知道啊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这种凶恶的 这民凶恶啊 不顾虚年老的 也不恩待年少的 你在这样的国中 你必不得安逸 也不得落脚之地 你的性命必玄玄无定 你必昼夜恐惧 自料性命难保 这个是真的啊 就是呢 就是说你会啊 因为心理恐惧 眼中所见的 你早晨就会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你晚上必会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你要看到别人的恐惧啊 别人的这个惊恐啊 你不要觉得和你无关 而且现在呢 有高科技的战车啊 这个速度都发展的很快 我称之为跨越式发展啊 所以说可能呢 就是半年之内 一年之内 那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这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啊 大家一定要抓住 你只要有能力啊 有方法 你就想尽一切办法 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不要害怕呢 这个出了埃及在旷野 因为你想我们有子孙后代在 是吧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记 我们也要这个无所畏惧 要刚强壮胆 真的啊 你当刚强壮胆 你这个不要呢 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你要知道你这个出埃及的路上 是吧 你是在出埃及 你是在呢 逃离这种啊 这个魔鬼 是吧 那么上帝也会与你同在的 啊 你要向上帝 切切的祷告 啊 然后呢 你要知道你这个 这个相信上帝 上帝就会为你开路啊 就是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这就是当初这个 这个耶和华神呢 在这个鼓励 啊 约书亚的时候 因为约书亚要继承摩西 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进入应许之地了 是吧 然后这个上帝呢 就来鼓励约书亚要让他有信心啊 所以呢 我也用 啊 这个圣经里边啊 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呢 这句话送给大家啊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开门啊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只要你谨守遵行 神的律例和典章 是吧 那么 你无论 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 祝福大家 哈利六亚